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啾啾的奇妙开箱,我是啾啾,今天要介绍的是战魔射3940,最后两章。以下内容包含大量剧头,如果不想被炸到的,请进驻退散。那我们开始吧,承接上起,魔界中,看到天魔的暗号后,没不够记起术法,使用五道魔剑剑林,直接封锁被神花术侵蚀的五道魔脉。 其余人员,分头前往要破坏其中三处的神花本术,就在这个时刻,天魔对决六四花王最终对决。开打前,天魔不禁回忆起,与开四花王的约定,永保和平的誓约,因六四花王破坏的誓言,天魔才决定要让他重新回到末间反省。弹斗一触即发,这个最终决战,没有想到,却在一招过后。 天魔看到导播的手势,尝试进广告,说明片长不够,不能一下子打趴花王,迫使天魔只能继续跟花王聊天,继续拖台前。 画面转到天晋山迷阵中,为了不让吉秀小瑶破坏寄王游等人的计划,贺楼穷宇拦下吉秀小瑶决定不让他四处害人。 虽然贺楼经过元八荒提点,又得到元八荒赠送的佳七神兵,但拼进群里,在本党的大反派面前,无奈打出的攻击,只能稍微的让吉秀小瑶小损血而已。 正当危机时刻,副举子瞬移进入,利用处罚,成功的把贺楼穷宇救离。 而天晋山内,天使地中拜王后,他的最后一个怨念化作无数剑盲,排排在天晋山中。 吉王游使用五方天剑,顺利划销这口怨念,并利用此力量,帮助剑梭侠于重创的灵士,让其日后能够顺利挥复成为人形。 事后,吉王游把遗留在地上的初代天物狗云婆带回宝丸,总算天物质的危机完全解除。 总能攻城圆满,各自返回。 画面回到魔界魔宝处,被不够清零,对上了单凶有病与司宜中的圣母。 被不够果然厉害,一复活,直接把许多所幸状态加到最满。 面对两人联手,丝毫不落下宫,利用无量情,牵制住圣母,并利用情因,让他恢复记忆,再用一掌打得蓝胸有病,直接残血。 蓝胸有病甚至不敢自信,直接大骂被不够你还歪过吼。 正当蓝胸有病还想瞬移逃跑时,但有梦最美,已经到档末被不够说明。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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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吧,已经没有你表演的戏份了。 顺手就把蓝胸压制在地,直接让他进入休眠状态,之后一掌毁掉了此地的神花树分脉。 紧接着天晴风处,形亚长虹一看到三身雪,直接就来了一招,壁咚是接吻。 但三身雪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两人都不愿伤害彼此,三身雪就以担心兄长长肖为理由,赶紧离开这个让他脸红心跳的尴尬气氛。 于是星野长虹,非常顺利地轻松地破坏掉了此树的神花树分脉。 接着来到防御魔脉处,火魔攻入,藏骄因为重伤,不是火魔的对手,三身雪也赶到此处,为了保护神花树本脉,藏骄决定御石巨焚。 幸好Beruco与秦亚长虹及时赶到,Beruco直接让尴尬进入休眠状态。 为了不让三身雪为难,秦亚长虹也直接打晕三身雪,总算三处的神花树脉都在控制中。 因为此处是神花树本脉,只有天魔能够消灭,因此都能在此等待天魔打败六四的消息。 画面回到了双网的PK现场,等待三处神花树脉的争夺结束后,一次呈现你不动我不动的天魔与六四,听到了观众的声音。 你们两个赶快打好不好,我们都快闷死了。 两人总算开始决斗了,天魔使用天魔印开启无天球,双人PK榜,让两人可以进行在里面PK。 那么接下来细节部分我们交给斯瑞娥。 那么交给我吧,情报一,傅橘子,看到赫楼穷雨,一时惊为天人,感受到,这就是恋爱的感觉。 完全迷恋上他,幻想自己是杨过,赫楼是小龙女,两人一起浪迹天涯,好不浪漫。 情报二,骑手逍遥,回到穷奇族中,十恶重意抓了小新与小胡,要给季旺幽一个好看。 但荡漠的骑手逍遥,像转性了一样,怕自己仇恨直拉太高,会让戏迷厌恶,所以主动放回了两人,决定要像恶男人一样,跟季旺幽一对一的定估之。 情报三,小新与小胡被放回后,骑手逍遥,正式约战绩忘忧,两人将在最初见面之地,了断全部恩怨。 情报四,天使地中之乱结束,冰灾雪与西窗月,回到汤文孟泽,冰灾雪面对前尘种种,跪下痛哭认错,西窗月最终,原谅冰灾雪,冰灾雪与仇散人,二人成功顺利退营。 情报五,天静山全部事情结束后,无所不在的原八荒,在天上,终于等待到同样成仙的命消疏,两人在天国,做永远彼此的劲敌朋友,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把话口,交还给周周。 我回来咯,骗尾,回到最初的见面之地,姬旺幽与吉秀小瑶将在此地了结一切。 一开打,两人就各自用尽了全力,逢中,吉秀小瑶顺势抢到了天下游,姬旺幽不得已拿出狗粉砲,应战,两人中招过后,吉秀小瑶。 把力、把力、把力、把力。 吉幽幽顺势砍下右臂,并补上一刀,一剑封红,战斗结束正当吉幽幽要拿回狗粉砲之时。 吉秀小瑶垂死挣扎,再次发动术法之力要凡事,幸好一直躲藏在后方的狗花雕即时出手才化解了危机。 最终吉秀小瑶带着狗粉砲,一重掉入山崖,生死不明,大战过后吉幽幽返回天守湖。 荷嬌也向地本U告别 还要向他心细的地方 画面转到天魔这边 让人站了一起 终于开打啦 天魔一招 独霸天下 地压又是花王 打着花王快要最告白 更直接把花王吸取的魔脉之力 全部吸回天魔体内 失去魔脉之力的花王 术根同时失去力量 虎方魔剑 直接断除了神花术与魔脉的连结 花王将要败王时 因此拿出1加8专武 做费后的权力一搏 随机天魔一档击突 就是决定胜负 于是这场魔主与妖族的 争夺战 最终胜利则 天魔 花王战败后 从空中落下 重创的花王跌落在河边 花王重伤即将聚取时 追袭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当初 追袭跌落到河中 被凝合之母所救 于是六四花王 自愿让追袭 了断自己的生命 追袭使用超级小刀 凝合胜刃 一刀刺入 取走了花王体内的花王命苗 结束了他短暂的四十级人生 同时也为下一代花王 保留了生机 随后天魔众能赶到 才发觉六四花王 早已身亡 之后花王尸体 被幻境将带回去烧掉 以及灰底妖丸 在天之营 魔妖大战正式结束 火爆中 三生学信来 花王已经败王 他也解除了神花三玉的使命 恢复记忆的他 顺利的与形亚斩虹相认 两人终于可以顺利的重逢在一起了 正当半闪到一半 快要闪起阿姆星究时 异象发生 三生学被凝合之母 使用用距离空间抓人法 强制刮了回去 因为当初凝合之母欺骗他 喝下了凝合之水 因此才会送了凝合之母的算计 之后天魔方面 击败六四花王后 成功回到魔宝中 与圣母重新大团圆 可在重能庆祝大获全胜 本堂重能安全下庄的时刻 圣母竟然也与三生学一样 被凝合之母强制抓回 事后经过讨论 天魔最终采到了 贝不够与寄望悠的建议 因为经过长期的战斗 魔界决定先修身养袭 安定内部 对于凝合之母的一切算计 魔界暂时先派贝不够与新亚掌虹 两人主队 前往未知的凝合胜域做谈判 天守无这边 寄望悠也因为与 嫡秀小瑶决战结束 身受重伤 于是决定带着五方天剑与神武士 前往天晋山再度重启封印 终于战魔侧 在寄望悠前往封山 与别不够前往凝合胜域之下 迎向了完结 撒花 谢谢各位小伙伴们 不嫌弃的前来观伞 最久再次表示万分感动 不知目觉又讲完了一档 那么本次的剧情不专业 大爆雷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